纺织品化学工程师是如何选购衣服的 这个视频只有4分钟 但全部都是纺织专业人士挑选衣服的干货 耐心看完 现在买衣服有网购和实体间购买两种 先说说网购的 我是怎么避免踩坑的 首先我会把想买的衣服直接点击立即购买 但是并不提交订单 然后看运费险的价格 如果高于3块 说明这件衣服经常被退货 淘宝运费险的机制就是 退货率越高 运费险的价格就越高 而衣服退货的原因 无非就是货不对版 要么品质不行 好评是可以刷出来的 但是运费险是做不了假的 其次就是看模特摆的姿势 那些摆的造型很多 很好看的 反而要长个新眼 因为有经验的模特 都是会通过利用各种姿势 掩盖服装本身版型上的缺陷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正身照 这才是你上身后最直观的样子 另外就是看有没有衣服的细节图 例如领口 走线 拉链等等 敢于放细节图 做工还是经得起推敲的 实体件购买的话 凭借摸面料的手感 评价好坏 是根本没用的 我能把烂抹布 变得比席练的毛巾还软 实体件选购 首先是看吊牌 不是让你去看什么U等品 E等品什么的 你连吊牌是真的 是假的都不知道 看这个有什么用 要直接盯着安全技术类别去看 任何衣服 一定要有GB18401-2010这几个字 写得越全越好 这个安全技术类别 分为ABC三个 A类最好 是应用而穿的 B类是贴身穿着 例如T恤 内衣 家访 C类是不能贴身穿着 例如风衣 羽绒服 因为它们的染色劳度 和甲醛含量限制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的安全技术类别 标的是GB31701-2015 这个是专门针对儿童的 额外多了重金属 等各方面的限制 标准更严格 也更好 其次 就是看衣服 或者裤子左侧内摆的水起脉 99%的衣服 都在这个位置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那还是直接掉头走人吧 这个东西 学名叫耐久性标签 首先看衣服纤维成分 有没有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其次 就是看最关键的维护标识 先数个数 数量一定不能低于五个 六个 当然更全更好 其次 一定要按照水洗 漂白 晾干 熨烫 干洗 这个顺序排列 而且这个标签 还挺有意思的 除了这个 一看就知道是要手洗之外 其他的 只要是你能看懂的 反而都是假标签 你一下子看不懂的 反而更是真的 我把所有的维护标签符号 都整理了出来 放在了视频末尾 如果衣服上 出现了上面没有的符号 直接掉头走人就好 一定是野鸡工厂 生产出来的垃圾衣服 假吊牌的衣服 先不说穿起来舒不舒服 上面加的各种化学物质 能凑齐一个元素周期表 反正 我是不会买 更不敢穿 当然 只限于国内市场的衣服 如果你是海外代购的 上面会参考当地的国家执行标准 我说了这么多 如果实在记不住 你把优衣库的吊牌 拍下来存在手机里 下次买其他店的衣服时 直接对照就好 关键信息 少一个都不行 吊牌对于衣服 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份证 如果姓名瞎写 证件号不全 头像是个奥特曼 用这样的身份证找工作 买车票 肯定也是没人信的 而吊牌和水洗标 就是衣服的身份证 关键信息 缺一不可 也不要和我抬杠 说这个标准加了T 只是推荐性标准 不是强制性标准 可以不按要求执行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 国内所有的主流服装品牌 包括世界快销品牌 只要在中国市场流通 吊牌全部都是按中国的国家标准 老老实实执行的 没有例外 我把所有的维护标签符号 都整理了出来 放在了视频末尾 大家可以保存下来 希望看我视频的各位朋友 都能买到健康 安全 并且自己满意的仿制品 下一期 我就给大家揭秘 速干一是怎么做的 如何挑选 我是姚卫明 一名仿制品化学工程师